中广论坛 哈喽大家早 欢迎收听今天星期四的中广论坛 今天我是台北市议员尤淑慧 今天的外面的气候 跟我们的股市一样凉收收的 今天外面下雨 然后天气变得很冷 听说这样的湿冷天气会维持一阵子 然后我们刚刚在等待进来的时间 看到那个台股 台股很可怕 台股很可怕 一泄千里一泄千里 今天早盘的时候开 还有开10845点 10845点 早盘他有开10845点 然后现在已经跌了533点了 已经跌了533点了 大家早 哇这个数字我已经 这个跌幅我已经非常多年没有看到了 然后台子期 台子期我看一下 台子期已经跌了 刚刚跌了超过600点 现在580几点 差不多差不多 都是产CC 凉兮兮兮 其实昨天晚 昨天我听到那个 立法院在讨论一个问题 然后顾立雄在 谈那个净空令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今天会惨 但我只是不知道会惨成这样 为什么 因为净空令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做净空令 之前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200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的政府曾经 走向一个净空之路 净空令 就是平盘之下 禁止放空 大家知道我们的 不管是股市也好 股票也好 或期货也好 期货本来就有 买多跟卖空 就是你可以买它 进场买它涨 你也可以进场买它跌 就是卖空 那股票也是 可以融资去买多 也可以融卷去卖空 就是你看衰未来 你就会卖空 那原本股票应该是一个 自由市场的机制 那当然在一个 比较超乎就是突发事件的时候 有一个异常的波动的时候 政府是可以进场调节 可是那个时候 金融风暴20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政府宣布说 禁止放空 然后也就是说 你只要是跌的股票 除非要今天开红盘 你可以去卖空 如果他今天开盘就是跌的 就是所谓平盘之下 你就不可以再卖空 那大家以为说政府以为说 哎呀我不让你卖空 这个股票就不会跌的太多了 因为股票市场会跌 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我原本的持股卖掉 我本来手上有股票 我持股就把它卖掉 然后另外一种是 我手上没有股票 我去跟人家借股票 我去跟人家借股票 就是融券 把它卖空 就是卖空 就是空 所以政府以为说 我不让你卖空 我不让你去堵它跌 那好像大家都只能 第一个只能卖手头上的股票 或第二个只能买股票 以为说这样子就可以 抑止这种暴跌的情况 结果呢 没有 就更惨 就更惨 为什么 因为当你寄出净空令的时候 大西里面的恐慌 就更恐慌了 就觉得说 哦 原来现在市场 已经不是正常的情况了 所以政府才要用 这么大的动作 民众也不是白痴啊 你不让我卖空 我就全部都去买多 也不是白痴 对 民众还是会看整个 整体的经济面 全球的状况 然后还有就是 手头上的资金等等问题 所以 那个时候我们禁止卖空 又更惨 大盘一路从 9859点 一路跌了将近6000点 跌到了3955点 所以 净空令这件事情 在上 2008年的实验 大家就知道说 呃 其实是不对的 去你过度干预市场的机制的时候 你只有引发 第一个投资者 要跟你对坐 要跟你对坐 要跟你政府对坐 319的时候 也是外资跟政府对坐 那你 你政府的资金 你不可能去 去扭转 整个全世界的局势 你也不可能 去跟市场力量 人家说经济学里面 说市场里面 有一只看不见 看不见的手 你政府的力量 你即便是中国大陆 你也不可能 去跟 整个市场的大趋势 去扭转 所以你过度干预的结果 你只会让 股市跌的更惨 2008年那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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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净空力 反而最后获利的 就是泛空的人 不是 做多的人 然后 有一些人 他赔钱 你看 那股票两边 都可以赚钱 你觉得说 他会涨 你就买多 你觉得他会跌 你就卖空 所以照理说 对于投资者来说 他有两个 两个机会 可以赚钱 他其实不要担心 卖空 因为那个是个 独眼光 对投资者来说 他其实有两种 两种操作 他都可以赚钱 只要赌对方向 但你今天 禁止他赌 另外一个方向 投资另外一个方向 可是另外一个方向 才是大事的时候 你只是逼着 大家跟你一起赔 净空令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那个时候的 那个净空令的 的状况是 是很 很惨 惨淡的结果 那 也是全球 金融风暴 所造成的一个 政府的一个措施 那结果并不是 太好 那结果 昨天我们的 金管会 居然又说了 又说了 哎呀 我们已经 备妥方案了 就他的备妥方案 记者问他说 那个 不会 那个立委 立委问他说 是不是有 净空令 可能会寄出 然后顾立雄就说 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了 我们已经都规定好了 你知道这个就引发 大家的想象 就是说 哎 这次股市可能又会 又会出现巨大的波动 而且这个波动 可能是像 从严2008年 这样一个遥遥无奇的 遥遥无奇的跌势 所以政府又要用净空令 当年的净空令 投资者 只有一种人赚钱 就是提早放空的人 在你净空令下之前 我提早放空的人 是最后的赢家 因为从最后从 净空令一下 从9000点跌到3000点 所以这一次 我不知道许多投资者 是不是看到 昨天我们 金管会顾立雄说 哎 净空令又准备好了 所以 有上一次的经验 再一次提早放空 再一次提早放空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因为包括我昨天看到说 净空令已经准备好 我心里都学着说 啊 是亚叉吗 为什么又要用净空令 是不是又到了一个 没有办法收拾的这个 这个全球的金融的状况 或是景气的状况 那这个事情 让我们知道说 有一些 政府有一些官员 他的一言一行 会影响股市的官员 其实有一些措施 可以做 不可以说 或者是要做再说 你提前去说 我有可能那样 我有可能那样 你只会让市场 产生了恐慌 跟不安全感 通常就是这样 股市是一种心理 很大部分就是一种 机体的预期心理 我大家预期会跌 我就会去卖空 我大家预期会涨 股市就会涨 股市就是买的是一种 预期心理 那今天你政府官员 像今晚会 这么重要的位置 跟大家说 哎呦 我们净空令又再次准备好了 然后 什么时候不知道哦 然后反正就有 时间到了就会 你只会让股民的预期心理 是恐慌 恐慌指数会再增加 所以大家就先卖再说 先放空再说 因为你到时候不准我放空嘛 那我不如现在先放空 这个是今天我认为啦 造成这个台股 出现这几年来 少数的崩跌的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啦 像川普也是啊 那一天说 前天说减税 跌了 涨了一千点 哎 然后第二天跌了一千四百点 那 听川普说减税的人 进场去买的 其实就是 最后一只待宅的羔羊 因为第二天杀得更凶 哦 这个 这个就是股市哦 这就是股市哦 它是很容易因为 一些 具有影响力的 尤其是政府官员的 一句话跌 一句话 涨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跟实际的状况 是不一样的时候 它还是会回到 它正常的波动 川普 说了减税 涨一千点 然后那一天 进场去买的人 第二天他就要 承受跌一千四百点的 这个苦痛 那中间 一定有人赚走 谁赚走 不知道 或许是提前知道 川普会说 要减税的人 然后在一千点的时候 又知道说 这只是说说 可能在一千点的时候 又要去卖空的人 就上下 就上冲下戏 所以在 在 这种 情势 市场情势 未明的时候 第一个 我觉得政府官员 的态度 不要随便的表达 尤其是 你讲话 跟股市波动 有关的人 就是你不要随便的表达 尤其是你说 净空令 那大家就开始恐慌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就是对于投资者来说 就是 现在可能是一个 很难预测的状况 为什么 这一波的 疫情 最后 最后全球的经济 可能会造成一个 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 全球十大 前十大经济体 前十大经济体的 GDP 全球十大经济体 就是大家 熟知的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印度 我背不起来 反正就是有 前十大经济体 前十大经济体 里面 我上一天 所有的GDP 占了全球的 三分之二的GDP 大家会觉得很可怕 说 这个四个国家 的GDP 居然占了我们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GDP 那我们其他人是什么 我们其他人是那个 蛋糕上面的奶油吗 对啊 前十大经济体 居然可以占了 全球的三分之二的 这个 GDP 那现在全球 前十大经济体 里面 爆发疫情 而且算疫情严重的 几乎已经是 好像九个吧 我那天数了一下 好像九个 我再跟大家 重复一次 我找到资料了 美国 前十大经济体 是美国 疫情已经要开始了 大家知道 现在美国 而且美国 前一波的流感 太严重了 2500万人 2500万人 2500万人的感染 这个是一个 不得了的数字 而且问题是 你确定这里面 都是流感吗 其实他没有检疫 他没有 2500万人 是你去治疗 他给你 克流感 但是里面 有非常多 没有检疫 因为美国 检疫非常贵 所以 这2500万人 是一种估计 是你有症状 然后你来诊所 然后我可以给你 流感的药 可是你有没有检疫 不知道 不一定有 因为美国的检疫 太贵了 所以2500万人 感染流感 问题是里面 会不会有 夹杂的新冠 不知道 其实美国 也是没有 大规模检疫的 不知道 那 症状很像 好 那不管怎么样 美国的疫情 正在开始 已经有 我昨天看 好像 蛮多州 已经十几个州 已经进入 紧急状态了 所以美国经济体 一定受冲击 而且还有油价下跌 油价下跌 让美国的油业盐 变得很惨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油业盐 的 业油业 油业盐 它的开采成本 本来就比 沙地阿拉伯 跟俄罗斯的 这个原油 开采的成本高 那现在 原油价格 在下跌 因为 苏俄 苏俄 跟 俄罗斯 跟 沙地阿拉伯 都不愿意减产 在这个 上一次 前几天的会议里面 没有达成 减产的 共识 大家知道 你供给 就是这样 如果你价格 跌了 你就应该 减少生产 如果你价格 跌了 你还不愿意 减少生产 只会让它更跌 好了 那这两个 这两个生产国 撑得起 但美国就撑不起了 因为它的那个 油业盐 业油严 它的那个 生产成本 比人家高 所以它现在 几乎是 它没有价格 优势 所以就 可能是 开采一桶 赔一桶 然后就面临倒闭 然后倒闭 会影响什么呢 美国的石油产业 如果倒闭 有一些倒闭 会面临什么呢 就能源股 也会重挫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有很多高收益债基金 我觉得有买基金的人 就大概知道 高收益债的基金里面 有很多 都是买 能源股的公司债 因为能源股的 都是买能源股的公司债 买原油相关类股的公司债 所以它就是一连动的 就像当年的金融风暴 没有人会觉得说 一个雷曼兄弟 趴趴趴连锁效应 所以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 那它的疫情刚开始 然后不只受疫情的影响 还包括就是受 原油价格崩跌的 这个一天崩跌三成 这个你很难想象 要是我可以买 买那个原油期货的话 我应该会进去买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石油这种东西 是民生必需品 久了以后还是会涨的 大家知道原物料 也是有期货的 黄金 黄豆 原油都是 像我们政府 现在那个官股 那个买超 最近买超 就大量买进 原油的期货 那个指数 买原油的指数 因为第一个 原油一定永远都会用到 石油永远都会用到 短期的崩跌 你不经常买 什么时候经常买呢 可是这个好像要 专业投资人 跟那个像政府 这样比较大的资金 好 我看到那个新闻 我们政府的 那个就经常去买 那个原油的 期货合约 好像是ETF吧 好 那第二大经济体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的 疫情 它是产在前面 其他是产在后面 很多是 现在开始产 那中国大陆是产在前面 而且中国大陆可以用 封闭式管理 来处理这些疫情 但其他国家非常难 好 没有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如果中国大陆 要花两个月的时间 去控制疫情的话 欧洲就不值了 因为它是用非 一开始我就说 它是用快 很准的方式 在处理这波疫情 就是封闭式管理 封城封城封城 最后小区也封闭管理 为什么世卫组织 有人说 要感谢这个武汉 讲到感谢 大家听了很没送 我知道 很不爽 就为什么要感谢你呢 但应该不能说感谢 应该要说 我觉得要说 起码这种作为是 要肯定的 因为他们 赔上了非常非常大的 经济成长 然后 停工 封闭式管理 然后大量的 就是社会的 志工下去 帮忙配送食物跟口罩 像我们口罩 要出去买 那听过中国大陆很多被封城的地方 他们的口罩就是配到家户 你看他们人那么多 送到家户 你也不用去排队 然后送到家户 连那些生活上的用品 饭菜 什么都给你配送到家户 就是你卖出来 所以中国大陆 他产在前面 但是这个一定也会受到深远的影响 因为他已经停工了一个月了 那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家 停工一个月 他的经济成长一定会重挫 不过他就是用比较狠的方式 就是我集中损失在 在这前三个月 第一季我就让他赔了算了 但是我一定要赶快把疫情控制下来 没有办法慢慢处理 所以他的这个 目前大家看起来 突然好像觉得中国大陆好像状况好一点了 有人当然又会说哎呀他那个数据都假的啦 哎我告诉你们啦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永远都不要相信 因为人家说什么你都说是假的 除非他把自己说的很惨 你才说哦对他真的很惨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他也不会拿自己的疫情来开玩笑啦 因为毕竟如果说 他没有把这个事情根绝的话 以后死灰复燃的话 我相信他没有办法承受第二次 第一次就已经很惨了第二次 好那刚刚讲到说前十大经济体 美国中国第三大经济体就是日本 哦那日本的状况 很多人都说哎他那个曲线哦 增加的太慢了 不相信因为他也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国家嘛 然后他也之前毫无防备 然后防疫意识很差 然后官员的那个动作又很慢 他基本之前那个日本的网友也是把日本骂到爆 然后不断的说多羡慕台湾啊什么什么的 哎可是现在看他的那个 新增病例数的那个曲线 相较意大利是不快的 就是很缓 哦昨天有一张表就是 每一个现在主要的一些国家 他新增病例的曲线 然后意大利很抖 就咻咻咻咻咻咻上去 哦南韩也是咻咻咻咻上去 然后那个日本是缓步的增加 一天可能增加几十例 就像台湾大决说为什么那么刚好 每一天都两例三例 而日本也是几十例 但是这个还是会有冲 对日本的经济还是会有冲击 大家可能说日本你也没有停工啊 对不对 那东京奥运也 日本的那个东奥也没有说 还没有说要停办啊 然后整个日本的疫情状况 也很缓慢在增加 那为什么日本的经济体 也会受到打击 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体 是联动的 第一个 这个时候应该是日本的观光旺季 每年的阴蛙季 为日本迎来了相当大的 这个观光外汇收入 樱花季 我相信台湾民众也有非常多人 去日本的樱花季 去看过樱花去玩过 泡汤啊 应该说日本的第一季 都是旅游旺季 不管是一二月的泡汤啊 泡温泉 到三四月的樱花季 他们第一季是他们的旅游旺季 不像台湾 台湾第一季 也还好啦 我不知道台湾的旅游旺季 是哪一个 可能是暗暑假吧 但日本呢 一到四个月 我去过日本玩的人 都知道就是 去泡个汤啦 然后去上个樱花 所以前四个月都是 观光外汇收入非常庞大 那现在垮啦 对不对 谁还去日本呢 日本也不敢让太多奇怪的人 他们本来一直在撑嘛 不愿意对中国大陆下旅游禁令嘛 但后来也是撑不住了嘛 然后也对南韩下了旅游禁令嘛 也就是第一个有人不敢去日本 像我们可能就不敢去日本 然后第二个 日本也有开始不准谁来 不准谁来了 所以日本的观光产业 不管是机票或是饭店 也是大幅的在下降 这是日本所受到的经济冲击 还有他的工厂也很多在大陆 也面临停工的问题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谈说 其他经济体所遭受的考验